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運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時代都會牽起一些不同的運動模式 花款的確真的很多 現在有一種新興的運動 就是抱石 抱著石頭 是一種攀石運動 是需要爬牆的 稍後會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抱石運動近年在香港掀起了熱潮 消費者委員會做了一個調查 消委會去年10月到12月期間放射 他們派出了一些人手 用神秘顧客的身份 實測10間室內抱石場的運作 每一間都起碼到訪三次 究竟發現了甚麼呢 不同的運動都一定會有一定的危險性 抱石運動當然不例外 尤其是需要攀爬 是不能排除會有發生意外的機會 消委會的調查發現 不同的場館都會有一個相同點 就是要求顧客要填好一份放棄權利的聲明 或者所謂是免責聲明 這些聲明要來做甚麼呢 當然是要來保障場館和職員 在發生意外的時候 免被追究 大部分場館的免責聲明條款 用詞是很累積的 而且豁免的範圍是很闊的 很容易會引起紛爭 有七間場館的免責聲明列明 要豁免場館經營者 疏忽 negligence 引致傷亡的責任 疏忽都要豁免他們的責任 九間以大包圍的方式 免除因為任何原因引起的所有責任 條款中經常包含要豁免全部 任何其他責任等等的字眼 總之簡單來說 如果你發生甚麼事 都要跟他們無關 你亦不會向他們作出任何追討的行動 只有三間普錫場提供中英商語的免責聲明 其中一間要在查詢後才提供商語版的條款 還有有場地的紙本免責聲明 只是列出同意為個人或他人受傷負上責任 同意場館使用相片兩項條款 但網上版本是不同的 有十五項條款那麼多 包括要明白事前需要檢查裝備 同意遵守職員的指示 和放棄追討場地的權力 諸如此類 這些簡短版的免責聲明 會令消費者錯過了重要資訊 亦有場館只是提供英文版 或中英文版本不對稱的免責聲明 又或者場館的職員 又不可以清楚解釋到聲明的內容 是要求消費者放棄一些重要的法律權益 這對於中文消費者不太公平 其實這樣做的聲明 或是會被視為不合情理的合約條例當中 不合情理合約 法院是有權拒絕強制執行這種合約 以免產生不合情理的結果 其中八間提供網上版本的 還是預先填寫的 再經電郵將副本寄給顧客避傳 真的需要提醒大家一點 無論你怎樣喜歡這行運動 你簽這些文件之前 最好都是細心閱讀和了解相關的細節 場館亦有責任要提供更清晰的 異名的免責聲明 還要主動向顧客解釋內容 在這裏可以提醒場館一下 不要交買這些小聰明 即使你叫客人簽署了免責聲明也好 根據管制免責條款條例 如果場館是因為疏忽 導致消費者受傷甚至死亡 亦不可以藉著聲明 足以令你可以卸除 或是局限了你的法律責任 場館是必須要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 這才是萬全之賊 在十間被調查的場館 只有七間說他已經買了相關的保險 保額介乎在五十萬至二千萬之間 另外一間說還跟保險公司在討論 其餘兩間都還未踏過消委會 普錫 為何這麼受歡迎呢 基本上普錫是攀岩的一種形態 但是大家不要混淆了普錫和攀石運動 雖然兩款的攀岩運動 看上去很相似 都是攀爬的 跟著條路線爬上去 但是在裝備場地高度 和肌肉的鍛鍊上面 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普錫是不需要用任何繩索輔助的 在普錫場攀爬的石牆 就不會太高 大約是四米左右 目的也不是要讓攀登者遠離地面 而是要確保他跌下來的時候 身體一定要垂直地面 避免令攀登者因為跌下來 而造成背和頭部的傷害 也不需要有個保護員去看著他 在牆下面有個軟展 你只需要換上一個攀石鞋 有需要就準備攀石尾粉 要來保持雙手乾爽 你一個人隨時都可以去玩 基本上是一項一個人都可以進行的活動 普錫當然可以在戶外大型的天然石進行 亦都可以在室內的人工普錫場進行 室內普錫場有很多不同難度的攀爬路線 一般是用顏色來做一條線 定了一條線的定點做線 開始的時候 運動員要雙手觸摸著攀點 一般是寫著start 有時兩隻手分開去兩塊不同的石頭 有時雙手可能要摸著同一塊石頭來繼續拍 過程中只能夠使用相同顏色的石頭 只要雙手穩定拿著較高位置的圓攀點 圓攀點一般是寫E-and-the-end 這算是完成了整條路線 攀石的高度比普錫的高度高很多 一般至少有10米或以上的高 沒有上限 跟普錫一樣可以在天然的攀岩路線進行 亦都可以在室內或室外的人工石牆進行 但攀石一定要綁上安全帶 以及要用防護器 裝備包括攀石繩索、安全帶、頭盔、攀石鞋、攀石尾粉等等 而且必須要兩個人一組 他們要合作才行 一個人攀石,一個人在牆下做防護 而且在場地遭用上 如果是政府的場地 還需要遭用的人士持有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 簽法的運動攀登訓練證書二級 或以上才能夠遭用 初學的人士都會習慣用手拉自己爬上去 其實這樣做是很容易會曲手弄傷手 消耗體力是很大的 其實腿力是遠遠大於手力 每一次上移 最好就是盡量將身體靠向顏壁 手臂放鬆伸直 利用腿部來發力 基緊重心的轉移 以三點為支點 減少過度用力 保持平衡 用一點重心去移動 攀爬是會用到全身的肌肉 而且講究調和平衡 攀石是需要耐力的 而且是非常充滿挑戰性 普錫是很不一樣的 看起來好像簡單一點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普錫的難度還有分級 這些分級和攀登是很不同 是不一樣的 攀石 普錫是少了一條繩的束縛 因此比起需要確保運動攀登 現在是更加充分要展現出力和尾 而且要不斷去嘗試 你可能多次挑戰同一條路線 最終都不能夠成功 但有時不斷嘗試 你又會有些事無法完成 你以為最終發現原來是有能力做得到的 所以近期的攀石運動 一場費用是怎樣計算的 也挺便宜的 日票的費用是150-300元左右 師傅場地 有些是看影片學習基本知識 然後又再有入門班的增進知識途徑 亦有一些是導師 講解基本的玩法 大約三百多個小時的課程 連入票收費 攀石鞋是可以租用的 費用是30-40元左右 至於攀石就由400元起 多數都會有一個小時的課程 連入票收起來 近期很多人玩室內的攀石和泡石 早前都有很多新的泡石場開幕 始終是那句好玩好玩 一定要注重安全 更加要清楚場地給你簽的 任何豁免免責條件 究竟是甚麼才好簽下去